休旅車硬場中和面道管制站 古關管制站前保全身手攔車 示意不能通過 休旅車駕駛揮了揮手 硬場進去 保全立刻通報 遠景趕到德基管制站 拉起柵欄 設下攔查點 成功逮到人 車上後座的兩人 一男一女都是逃逸移工 當場就被遠景帶回警局 古關管制站在操排當下 就發現這台車子 周姓駕駛的 裡面有兩個 那個沒有我們 智慧卡的一個人士在 那就已經跟周姓駕駛 勸離我們便道 我後續在通關的時候 我們發現周姓駕駛 這台車子 人之意闖過便道 人員攔阻無效 警方調查 52歲的屈性男子 還有48歲的阮性女子 都是越南籍移工 共稱要到離山找工作 才會拜託台灣的朋友 載他們從新竹過來 經帶回拋索查證身份 發現娶性男子 及軟性女子 兩名越南籍移工 皆是通報 刑方不明人口 兩名移工 在六七年前就逃逸 這回原本要到離山 打工掏金 卻因為硬闖 中橫便道的管制站 被當場抓到 最後移轉給 台中專情隊調查 記者方評文 由許凱迪 台中報導